終止周六龍巷大戰 戲劇性的戰況發展 考驗全場破萬愁迷的心臟 地主中心兄弟九局 從領先變成落後 九下最後反攻機會 一出局蠻雷 總教練名位處 派上詹子仙帶打 滿球數的情況之下 他從前旅美投手林凱衛的手中 敲出深遠的只剩一擊 展美生涯第五隻的在剪安打 率領黃山軍9比8氣種衛拳 毫無疑問獲選單場最有價值成員 但帥氣的畫面一分鐘過後 馬上切換成被隊友包圍襲擊 男主角表情痛苦 就六門球評鍾老師 都很怕球員嗨過頭 詹子仙會受傷 主要參與包圍的左手用受傷 真的 想好我的疑問也不是這個樣 投筋 因為我總是有關心脫球這樣 所以容易抽筋就會痛 這還好 不然連勝我也沒跟到 幸好今天有一點點小貢獻 對 很像對誘打者的壓迫力蠻好的 總監一些提醒的策略還是什麼 然後上去就做連場反應這樣 中型總定歡慶跟對手說再見的喜悅 幫加油擊手姜坤宇還有另外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和富邦漢將的左頭陳世鵬 分別獲選9月頭打MVP 陳世鵬在9月拿下三勝 黃毅率1.46相當出色 從過去好頭常常得不到 火力支援的悲情轉運 而江康宇在9月3×33打機率 超了三八旋內大貢獻十分打點 好的表現擊敗半過程 和隊友成人者獲獎 也要恭喜25歲的月月 和22歲的遊籍科基 兩人都是生涯 第一次獲得單月MVP肯定 也算是另類解鎖職棒生涯的獎獎清單 來推翻新郎 超紅話村 總部報導 讓中興兄弟現在4比2領先了 差一點出現一個大烏龍 對 哇 差點